俗话说 一个好故事和一群好主演 是一个好影视剧必备的元素 网剧唐人杰他案 已经上映就在豆瓣网拿到了8.1的评分 说明他具备了这两个元素 这部剧除了剧情吸引人之外 剧中的主演们演技也在线 尤其是张君宁在剧中各种身份随意切换 外表柔弱的美艳寡妇 令人以见钟情的花店老板 绅士可怜的流浪女 资深的演员和职业骗子等身份 都在张君宁一个人身上展现出来了 观众们也看到了什么叫做 斯华·布卡顿的演技 张君宁的好演技不是生来拥有的 而是经过不懈的努力和严苛的思虑 培量起来的2002年 张君宁参演金车偶像剧《有心花园2》 在里面出演戏门的秘书一角 虽然戏份不多 但是凭借超高的颜值让大家牢记心间 之后 接连参演了《痞子英雄》 《最美的时光》等多部经典作品 尤其是在电视剧《最美的时光》中 饰演美丽大方 其具正义感的新时代聪慧女性苏曼 该剧播出后 与平均收视1.489 收视份额3.702的成绩 位列收视榜首位 张君宁也凭借自然流畅的演技 和干净优雅的气质全本无数 张君宁的颜值和演技 除了能嫁于现代剧之外 古装剧也拿捏得游刃有欲 在《五妹娘传奇》 《如遗传大军师司马依》之《军师联盟》中 张君宁的古装造型都相当经验 一举一动都给人一种自信从容的感觉 尤其是在《大军师司马依》之《军师联盟》中 张君宁饰演根柔貌美又有聪明心意的 《司马依测试百灵云》 将角色那种聪明又不过分张扬的感觉 难捂得相当到位 除了演技在剑之外 张君宁身上另一大标签就是自律 这么多年身材一直保持得不错 平时不工作的时候 张君宁经常出门跑步 或者去健身房锻炼身体 管住嘴买开腿 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张君宁还凭借独特的气质 获得FHM全球百大性感美与台湾地区第二名 除此之外 张君宁的胆大经济不做作的性格 也是他被大家称为女神的原因之一 在《综艺节目》跟着贝尔去冒险中 不管任务多么艰难 张君宁从不退缩 而且总是冲在第一件 让很多网友看了之后忍不住冲赞 像张君宁这样演技带剑 颜知错人 而且十分自律的女神 试问谁不喜欢呢 美国视频给家策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敬画